然後我相當譴責就是拍攝者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我很強調的不下載 不分享 不支持 不購買 不觀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覺得這個是每天新聞大家都在探討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在 跟我今天這個主題也相關的 然後就是要保護額少的權利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然後我相當譴責就是拍攝者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在額少 他們有沒有什麼原因是 在不知情 不無知 被迫的情況之下 而做了這樣一個錯誤的判斷 其實這個都是我們應該要去了解跟探討的 然後我覺得還是應該 我很強調的不下載 不分享 不支持 不購買 不觀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覺得他應該要好好地跟他教人說 這比較重要 然後好好地跟其他人說 那這些都是很不應該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很正向的心態 去看待每一件事情 還有多關注很多虐童案 這也是我們之前一直在關注的 然後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趕快 用我們很積極的心 去讓這個立案保護額少的權利 你去看什麼 感谢观看